苏提达王后炫耀地位 黄金铠甲造型惊艳 击败希拉米后笑容得意 苏提达绝对是泰国后宫的传奇人物 小空姐也能飞上之头变凤凰 加冕为泰国王后 比起时运不济的希拉米来讲 苏提达简直不要太幸运 能力加运气双管齐下 造就了今天后宫的格局 前段时间 苏提达迎来45岁生日 整个王室都忙碌起来 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生活动 以前泰王沉溺于后宫 跟33位年轻嫔妃打得火热 如今终于开始重视苏提达 尽管希拉米支持者众多 但是他们的意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马哈国王根本不在意 更何况有军方在背后施压 泰王即使内心爱慕希拉米 也只是有心无力而已 苏提达王后地位飙盛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这样的局势肯定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双眉组合的消息越来越少 苏提达却大放异彩 一切或许都是命运的安排 根据泰国媒体报道 泰王夫妇亮相布加勒斯特市政厅 出席第八区上诉法院大楼奠击一事 这是苏提达王后生日后首次亮相 一套黄金甲造型艳押群芳 实在是令人一不开眼 这段时间苏提达无比高调 先是出席查尔斯加勉典礼 之后又拥有一场高规格的庆生年 种种迹象都表明 苏提达王后不光事业顺风顺手 跟泰王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年轻时候的泰王风流倜傥 一连迎娶多位王妃经常流连于花丛中 但是现在却对苏提达很专一 这份感情令人羡慕 可见苏提达真有手段 居然可以让泰王浪子回头 此次亮相例行公路 苏提达绝对是现场最惊艳的女眷 一袭金色泰式礼服艳押群芳 这套黄金甲造型霸气十足 很符合苏提达的性格 也可以炫耀自己的王后之类 苏提达整整折服了十多年 才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丰收年 高调一些也是情有可原 这次造型以金色为主 突出王后尊贵的身份 端庄优雅大气的同时 跟泰王也很有夫妻相 不得不感慨苏提达的地位真是稳固 即使后宫有这么多年轻嫔妃 也只是过言余音而已 马哈国王已经71岁 身体状况大骨如从前 苏提达很可能就是他最后一个女人 泰国帝后之前也有过矛盾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希拉米 如今却达成了共识 皇室研究专家安德鲁爆料 今后希拉米只能定居皇家别院 即使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也不能负宠和沾染功能 难怪苏提达人冯喜是精神手 击败最强情敌希拉米 自己才是妥妥的后宫之主 苏提达等待了十多年 才探来了外访的机会 一连更换四套造型 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虽然苏提达已经人到中年 但是皮肤白皙身材纤细 还是保持了很不错的状态 即使身穿紧身泰式礼服 苏提达还是前途后翘 果然是个自律的女人 苏提达现在风光无限 尽职尽责担任太司代言人 简直就是下一个失利期 以前出席皇家公务的时候 苏提达只能佩戴寻常珍珠 现在的选择逐渐多了起来 细心的网友发现 苏提达王后珠宝大升级 不是王室的传家宝 就是泰王给他新购入的 真是有了宠冠六宫的感觉 难怪连希拉米都黯然失色